身姓乳莽的父亲纵火烧死了三岁儿 华林县封冰箱在19号的晚间 发生了一起民宅纵火案 造成了一死二伤的不幸 其中三岁的陈姓南童 不幸葬生火枯 南童的阿公气愤地说 儿子久后纵火将孙子烧死 而详细的原因 目前正由警方调查中 屋子中焦黑一片警销单位赶到现场拉起封锁线 19号晚间花莲封冰箱进普村一处民宅 突如的恶火让原本幸福的家庭一夕之间支离破碎 年仅三岁的他一场大火 让他在睡梦中惨遭伙事所吞噬 可爱的模样却再也看不到了 好像有一年有难 一年多了 打零工已经 这个还做 做水锅的时候有打了 一喝酒就很会发比气 据了解有酗酒习惯 平常靠打零工为生的诚信 男子当晚喝完酒后从房间守出来 碰见妈妈后两人大吵一架 男子一气之下在客厅泼洒汽油后点火 当时的小男头就躺在客厅的沙发上 直接伙事越来越旺 两人随即从后门逃离现场 却忘了男童还倒卧在沙发上 有罪的状况 到送医到今天凌晨 都还有酒精浓度的反应 在九点半回报 就是九点半的时候 有医生医疗诊治 那他恢复清醒 那他也知道说 引发火灾 儿子当场烧死 曾有家暴记录的男子一年多 曾与老婆离婚后 带着男童回到花莲老家 谁也没想到一场大火 让自己的小孩命丧火枯 有关他的家暴前科 据我们了解是 在屏东的时候跟前妻 跟前妻的一个纠纷 那前妻申请家暴恋 酒后失控教授家暴前科 残忍纵火 让自己的小孩命丧皇权 现在男子再多的不舍及抱歉 也换不回男童单纯快乐的童年 记者洪本笑 谢神花莲采访报导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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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